日本千里眼超能力者 预传千赫子 具有透视的超能力 帮助三井公司发现了万田煤矿 他甚至可以在海上游泳的时候 就看到深埋在沙底下 别人丢失的戒指 在清末明初的时候 有个学者 他写了一本书叫千里眼研究法 里面就记录了当时那个年代 欧洲、美国、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千里眼的案例 比较著名的是谁呢 就是清源千赫子 清源千赫子在书里的全名叫清源千赫子 是因为清源是他姐夫的姓 千赫子之所以能够被日本所熟悉 他的名气能传得这么远 是因为他的姐夫当时是这个事件的推动者 我们可以把他理解为在那个时代的监禁人的角色 清源的全名啊 其实叫玉传千赫子 玉传是他父亲的姓 1911年的时候千赫子自杀了 这本书的成书呢是在1920年 而且是第二版了 可见当时的千赫子的知名度有多大 千赫子啊 就是日本比较出名的一部恐怖小说 真子的妈妈就是千赫子的原型 不仅如此啊 千赫子还成为了很多电影小说的灵感来源 在千赫子那个时代呢 还有一个人叫弗莱友吉的教授 他呢原来是心理学领域的一个专家 但是后来呢转而开始研究超能力 他接触到千赫子不久啊 也接触了另外一个超能力者 叫长尾玉子 长尾玉子呢 他是有千里眼的超能力 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能力叫心灵摄影 就是他可以把自己看到的 另外一个空间的东西 用意识在胶片里给他洗出来 但是很不幸的是呢 就是弗莱友吉教授啊 他在研究千赫子不久 千赫子就自杀了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呢 长尾玉子呢 也因为感染流感突然去世了 当时的人们说啊 就是因为弗莱友吉教授 他整个研究的手法不够严谨 导致了这些实验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也让当时很多科学界的媒体啊 发了很多的报道 去抨击和致言这两位女士 这也是导致他们先后死去的主要原因 不过这个教授很有意思啊 即便这两位超能力的女性去世以后 她依然花了三四十年的时间 继续研究这个超能力领域 所以她在当时的这个日本啊 是非常特立独行的 也是很有个性的 后来呢 日本也出现了很多自曾有超能力 或透视能力的人 经过专家的一些认证 包括科学的研究结果 官方出了一份 有三十几个人名单的超能力者 这些都是经过官方认可的 确实存在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份名单 这个名单啊 从十几岁的孩子到老人 男女老少也都有 也许是因为当时千赫子的自杀 还有长尾玉子突然的去世 让人们开始对后来的超能力者 多了很多的宽容 少了很多的批评吧 那么千赫子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要在年纪轻轻的24岁 就选择自杀呢 长尾玉子又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 导致她的健康状况变得这么糟糕 一场流感就可以让她死于非命 千赫子是1886年的7月16号出生在日本的熊本县 她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 她的爸爸本来是个武士 但是后来改行学了中医 在他们的村子里开了个中医诊所 她的父亲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的 千赫子15岁的时候跟当地的一个军人结婚了 但是不到三个月的时间 丈夫就出去打仗了 丈夫在前线的那些日子里 千赫子都是跟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的 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有一天千赫子的婆婆不小心丢了一笔钱 价值50日元 在那个时代50日元相当于多少钱呢 在那个年代60公斤的一袋大米呢 是0.14日元 50日元相当于一家人几年的口粮 那可是一笔巨款 婆婆心疼得要死 痛不余生 那千赫子想啊 这个钱到底在哪里呢 她突然就看到一个景象 就是这笔钱正安静地躺在她婆婆的佛刊里 她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婆婆 婆婆去一找 果然找到那笔钱 但是她不相信是千赫子凭自己的神通看到的 她非要说这笔钱是千赫子偷走的 后来因为压力才把钱放在了佛刊里 婆婆还特意写信给在前线打仗的儿子 说千赫子偷钱 要求她把千赫子修掉 千赫子因为被冤枉啊 十分的痛苦 几乎要自杀 也因为这个事情呢 两个人最终离婚了 千赫子离婚以后 回到了她父亲的家里 在诊所帮忙 因为她具有这个透视的超能力嘛 所以她就能够看到病人 她具体是哪里生病了 可以很快地帮父亲诊断病因 所以看病的效果也特别好 时间一久啊 她的名气也越来越小 就有很多人想去她的诊所看病 再后来她因为一件事变得非常出名 在整个熊本县成为名人 她因为被婆家冤枉嘛 离婚回到家里 一直郁郁寡欢 当时千赫子的姐夫亲缘啊 也在熊本县的一个学校里 当校监 她日常呢 非常爱好当时流行的催眠术 她就想着用催眠术给千赫子做治疗 去缓解她的情绪嘛 但是在催眠的过程中啊 姐夫就发现 千赫子 千年眼和透视的能力啊 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她就索性通过催眠 以及一些练习 来让千赫子的能力加强 后来姐夫帮千赫子 接了一个业务 刚好是在1904年的时候 日俄爆发战争嘛 有一批士兵 随着一个军舰出去以后呢 一直找不到 没有音信 那当时的军方就以为 这个士兵是不是还在船上 军方找到千赫子 让他来帮忙看这个士兵的下落 千赫子说这手军舰出去以后啊 中间曾经搁浅过 搁浅后呢 这个士兵就不在船上了 三天以后 军方收到了来自船上的官兵的信件 证明了千赫子说的就是对的 这个事情以后啊 千赫子生命大早 在雄本县变得非常的出名 就有更多的人来到诊所 想看千赫子 这些来诊所 拜访千赫子的人们啊 还包括了三个来自 三井财团的高级管理层 这个公司啊 一直都在找一个煤矿 因为科学家说煤矿就在那 但是他们找了几年就没有找到 后来来找到千赫子求助的时候呢 姐夫做主给他接下了这个业务 通过姐夫的催眠呢 千赫子大概确定了一个方位 然后呢 他就带着残团的这批人 勘探人员 徒步在三夜里走了四个多小时 直到后面的人走得快要累死过去 千赫子才停下来 对大家说 我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 下面一大团黑乎乎的影子 就这样子 煤矿公司就在千赫子的具体指点下 在福岗县大牟田市发现了万田煤矿 也就是今天的熊本县荒尾市的这个地方 这个煤矿呢 一直运营到了1951年 为整个三井财团 带来了超过1643万吨的产量 持续了将近20年的时间 千赫子的家人呢 也获得了2万日元的奖励 这2万日元啊 就相当于现在 2000万日元的这么一个巨大财富 这个故事呢 也被野田雾写进了他的漫画里面 叫黄金神威 主角的名字呢 被改成了三船千赫子 那他的原型就是玉船千赫子 在千赫子帮助三井公司 找到美矿以后啊 他还是继续在姐夫的指导下面 进行不断的练习 冥想 深呼吸 他后来的整个超能力啊 变得越来越强大 他甚至可以在海上游泳的时候 就看到深埋在沙底下 别人丢碎的戒指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1910年前后 日本的科学界对千赫子 产生了浓烈的兴趣 在东京的弗莱友吉教授 也对千赫子产生了兴趣 并对他进行了前后两次的科学实验 在这两次实验里面 千赫子通过密封的牵筒 都看见了里面纸条上写的文字 并且非常准确地把它描述出来 但是在弗莱友吉教授所在的东京大学 当时的这个校长 对实验结果表示出了质疑 并且强烈地抨击了这种实验 称之为反科学的迷信 因为东京大学的知名度 加上校长本身在科学界的地位 当时整个东京的科学界的媒体 社会舆论 都对弗莱友吉教授和千赫子 进行了很广泛的抨击和质疑 教授也因此被开除出东京大学 受到强烈质疑的千赫子 郁郁寡欢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没有多久就因为受不了这样的刺激 而服毒自杀 也有人说千赫子自杀的原因 是因为报纸不仅在质疑他 跟他同时在的残尾玉子的实验 也受到了质疑 他对教授说 也对自己的姐夫说 无论你做多少的实验都是没有用的 没有人会相信这些能力的存在 没有人会相信这个事情的真实性 当时除了外界对千赫子广泛的抨击和批评之外 千赫子的家庭也出现了问题 因为清源通过千赫子的超能力 获得了很多的收入 但是千赫子的父亲觉得自己并没有因此收益 他私下接了很多很多的订单 想让千赫子去完成带来更多的财富 父亲跟姐夫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非常剧烈 夹在两个人中间的千赫子非常的痛苦 在这样里外加记的情况下 他才最终会选择在24岁就结束自己的使命 三个月后 长尾玉子 再得了一场小小的流感就出来离世 人们也说他是因为受不了这种巨大的压力 才让自己的健康状况变得这么糟糕 在人类的世界里 你拥有超能力不见得是一个好事 你拥有